台北市中山分局警方呢 刚才破获了一起杀人弃尸案 有一名50岁的妇人呢 她跟这个知名饭店厨师男友同居 疑似因为财务纠纷被同居男友杀害 那么附近的这个邻居发现不对劲 因为男友涉嫌拿麻布带来运尸 那么结果报警处理 今天呢警方已经发现了尸体 宣布侦破全案 连线记者戴秋荣带我们来掌握秋荣 好的 欢迎让警方压解着 这个戴着蓝色安全帽的 就是涉嫌杀人弃尸的嫌犯黄敬龙 那么您可以看到呢 警方是把她押回到现场 要来进行模拟 并且呢来确认 到底她弃尸的地点是在哪里 那么您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封锁线下方这个边坡这里 这个山林的彩虹边这边呢 就是嫌犯涉嫌杀人之后 把她的女朋友弃尸在这个地点 那么呢由于这个嫌犯呢 一直是石口否认 那么即使警方早就掌握到 她涉嫌杀人的试证 您可以看到呢 嫌犯是整个把手污在脸上 完全不敢曝光 来听看警方说明 到底整个案情如何 男女朋友关系 那两个因细故为了金钱而吵架 吵完了以后呢 嫌犯就把她掐死了 掐死以后呢 就跟着又联络他嘉义的哥哥 上去台北宜通街的地方 帮忙把尸体抬到这里 租了在板桥租了一部租车 把尸体搬到这里 搬到这里以后就把气势丢在这边 那么事实上呢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八月份的时候 那么涉嫌杀人的黄姓男子 他其实是知名大饭店的厨师 而遭到杀害的这一名张姓女子呢 是53岁 在这个卡拉OK店上班的女子 两个人呢 算是女大男小的恋情 那么警方初步怀疑 因为双方有这个金钱财务上的纠纷 因此两人发生争执之后呢 黄姓男子在他在台北宜通街的住处 涉嫌来将他给掐死 并且呢 找来他在嘉义的亲友 尤其是他的哥哥呢 把他这个协商密谋 要把人给弃尸 那么是在板桥租车之后呢 把尸体再运到这个虎头山 桃园县的这个虎头山 也就是绿色隧道的第27根电线杆的这个地方 来将他弃尸在这个地方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先把现场交还给黄姓主播 好 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戴秋荣 来自桃园带我们看见的这个知名饭店的厨师呢 这个杀害女友同时还弃尸 那么今天已经警方宣布破案的这个消息